著名体育解说员孙正平做客你看谁来了 声音依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声音依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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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气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天津卫视大型感恩互动谈话节目 红帽要求你看谁来了的演幕现场 欢迎大家 欢迎欢迎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这一位 是我的前辈 也是我们圈里 大家都给他伸大拇指的一位老师 让我们通过一段短片来认识他 他的声音极具辨识度 中央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 各位观众 这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北京 今天晚上 我们将在国家体育场为您现场直播 北京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的盛况 体育的魅力与他的解说交相辉映 巅峰对决 还有机会 碰球 俄罗斯队拼着的防守 还有机会 他把球送过来了 打快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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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四号一球 哇球 漂亮 第二中国和女子台球队 在决赏局的比赛当中 以15比12 以15比12 上了俄罗斯队 获得了奥运会女子排球比赛的冠军 他就是金牌解说员孙正平 今日他首次做客《你看谁来了》 将讲述哪些惊心动魄的赛事盛宴 又会有哪几位好友为他惊喜现身呢 掌声有请大来宾孙正平 有请大来宾 孙正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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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好 好像现在没见了 好开心啊 老板你好你好 哎呦 老板 来来来 刚才听到您的那个 解说我们就觉得 又掉 真的控制不了自己 好感动啊 孙老师其实 做解说员好多好多年了吧 我是从1981年3月 开始掉到中央台的 当时叫体育组吧 就开始了这个体育解说 那孙老师是比您早一点是吗 孙老师应该是从60年代初就开始体育转播 那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的前辈 孙老师我觉得他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解说太多了 但是呢我觉得2008年的奥运会真的值得要先说一下啊 因为奥运会的开幕式是您解说的吧我记得 是我和我们台的周涛老师一起 对啊 当时选这个去主持开幕式的人 是一下就定了您吗 还是其实也要考虑很久 应该是这样 在08年奥运会开幕式的前差不多半年多的时间吧 南播音员就定下我了 当然我那时候也有几个愿望 就是一个呢就是要争取要写一本书 就是工作这么多年了 也想给自己一个小节嘛 第二个呢特别希望能够担当北京奥运会的这个火炬手 如果能跑一棒觉得挺神圣的 第三个呢就是说我转播了这么多年的大型运动会的 像奥运会啊亚运会啊全运会啊等等等等 开幕式闭幕式那时候好像 都是您 闭转其中的一次 所以我想如果有可能的话 能够转播一次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 将在我人生的这个解说的这个生涯当中呢 画上这个 有完美 非常重的一笔 真的是完美 那么后来呢 这就定下来了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有一个波音制造委员会 开会 像大家熟悉的什么李瑞英啊 当年的罗金啊 什么靳一丹啊 菊萍姐姐我们都在这里边 大家就说说这个奥运会的开幕式就快到了 谁姐说呀 大家都有这种欲望 说怎么还不定啊 问我说 孙老师你知道吗 我说我知道啊 已经定了一个了 说谁呀 我说我呀 大家一笑 说男的我们就不争了 就说这个女的是谁 当时女的并没有定 是最后在距离奥运会开幕差不多 一周左右的时间 最后才 一周多一点吧 才撬 trans